《啤梨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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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來到第四節 在我最遠那邊 大家都見慣見熟 恐怖尿哥 哥哥 錯了 犯罪尿哥 犯罪尿哥 不是恐怖 經常說很恐怖 尿哥 他又上來 哥哥 尿我就很想念他 恐怖尿 看到他越陽 是啊 在澳洲 生活得都挺開心 最重要是他開心 哥哥 雖然哥哥來的時候 人家會問 你最近有沒有遇過一些 佛可思義的事 嗯 大家都好像覺得 我好像說鬼故 一來哥哥一定會這樣問 但今天哥哥 就是不是說這些 是啊 哥哥今天帶了一位朋友 身邊就是 可以說得很厲害 阿健哥 你好 阿健哥 大家好 我們待會也會去報問你 我們看見大家的連結 就是剛剛啊哥哥的節目 支持他 給我 那就是一條訂書的連結 你看見我們就自訂個訊息 如果大家想賣 他賣書 就可以按下去 好了 就會問 哥哥 你為何會給我這條連結 你現在大家聽早就知道 其實我真的很想借助你這個節目都給我一身 我在自己那邊都沒有說這些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人都頗不開心 因為有很多委屈的事情 首先那個出版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書 會不會買書 首先多謝康正 因為我看到你們放了連結之後 剛才是有人有買到書 那大家快點買 是啊 那就是有些什麼 好像很委屈 覺得很想說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書 首先就是現在 都真的越來越少人看書 然後就是 那些叫做什麼 內憂外患 就是你本身已經少了人買書 你一定那個 你要怎樣為皮 我要養人的 就是你香港人應該定貴的 我有designer 我有編輯 然後還有就是譬如印刷 印刷 印刷我是香港人的 我不是大陸印的 那真的是香港的廠 因為有一些很貴的 會是 它掛名就是香港的地址 但其實它的東西都搬到大陸印的 我這裡知道很多 是啊 大部分都在大陸印的 但是我不是的 我真的是香港的廠 那不是很重的 很重的 很重的 所以我就要 借助機會 我不是說賣慘 但有時候覺得那個位置 是我自己都想找個位置去 去抒發一下 我自己覺得很委屈的東西 接著 那 好了 譬如你印一本書 我以無手交換位 其實Ken哥很好 你知道Ken哥 我當初跟他談一本書呢 就是Ken哥覺得他說 他會覺得很難得 即是有人可以出一本書 接著我又要有個 course 所以 其實Ken哥當初就說 你其實你隨便 你不用特別和我簽約 說給我多少分成給我 但我覺得是不可以 所以你看到我那條link 是寫到明是40%版稅 因為我覺得是沒有人看的 不是的 是真的有興趣 足夠是沒有人有興趣的 有興趣 還有我覺得是 這些都有一些是 真的有公共性 就是讓人知道 我們常常說 一個社會 其實是否犯榮 或者說那些人 那個 那個 有沒有同理心 其實看他怎樣 對那些動物是有關的 那我會覺得 你是真的做了這方面的教育 我那時候是因為 看了很多 無手交換的post 才知道 原來真的有烏鷹蟲 這些東西 我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所以 我就以這本書為例 我有點不開心 就是 我記得 那時候我公佈這件事 就說這本書其實都是慈善性質 就有40%版上 就給回無手 有人說我 你慈善你就 好生就全部 就是你是一毫子 什麼都不要 你就給Kan哥 我現在就和你計算 一本書我買120元 那我們有送那個環保袋 環保袋是要印彩色的 就算我找環保袋找大陸印 我加上換費 我怎樣都要10元 然後 之後說印書 我們這本書是彩色的 在香港 我說的不是你拿一本書 去Eprint那些印 真的拿去做 我會印刷那些 你那些圖片 所有的顏色 你真的要對版 要是 漂亮的 我說的 就是印你幾百本 你起碼都三四十元 是一定要的 我本書沒有120元 我沒有了10元環保袋 我再沒有了三四十元印本書 然後我還會分四成給Kan哥 還有就是 你要明白 我編輯 你知道那些編輯 其實平時的作用就是 你做交代 譬如看這個作者寫完的東西 有什麼錯別字 有什麼語句不通信 全部改 還有就是會分張分節 覺得這個作者寫完這一部分 覺得這塊東西 不應該放在這裡 我要放在這裡 編輯就是這個功用 還有想想一些Caption 就是想一本書 我要吸引 譬如放在書局裡賣 我怎樣吸引人買呢 他就要想完 我的封要有什麼字句 或者封底要怎樣去介紹 編輯的作用是這樣的 但譬如Kan哥這本書 是特別的 因為你知道 Kan哥是忙到呢 他平時是睡不到覺的 即是沒有教訓 即是我跟他一起出去 去救援 跟了兩晚通宵 他的電話是響不停的 因為我自己親眼看著 就是響不停 是全部都是救援的東西 或者可能有時候 一些admin的東西 都會找他 那變了Kan哥是很忙 變了就是怎樣做法 我這本書是很特別的 是我應該都很難會 還有機會這樣做 就是我直接跟了Kan哥出去救援 直接在車裡 我拿過AI軟件去錄音 錄完之後 我再請人 將他變回做書面語 你知道香港請人 要做這些事情 是幾萬元的 即是不是幾千元的東西 你以為嗎 就是你計完之後 其實我買120元 我真的沒有錢賺的 而是我不是說要冤 而是為什麼你要這樣還我 我覺得很委屈 我那一刻就覺得 為什麼你要 就是你才做一本書 我不是真的零成本 我會有很多錢的 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說我呢 然後另外還要 就是它不是一個 我見到有些人說 為什麼會不會再分 就是為什麼會分這麼少 就是分40% 其實你計算一條數 其實我本身都蝕錢 我只不過希望 大家買書 那我不要蝕太多 然後又做到可以 就是大家都看到這本書的內容 就是支持 就是支持無首 還有就是關注多些流浪動物 所以就是這樣 四成是算很高 很高 很高 為什麼有些人會自己 辭職出書 就算是出版社會出 就算是 就是有很多 其實如果出版社會出錢 其實你都分一成或者一成多些 其實四成在出版界非常之高 是啊 然後這個是外面的人 我說的是另一邊 所以我的內患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的作者真的很差 因為我其實呢 我是不介意公開的 我是說的分成 除了Camp哥四成 其實譬如我簽其他作者 如果他買過可能500本 我的分成都是很高的 然後有些作者會談 就是我會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麼沒品呢 他拿著我的合約 去給其他出版社 希望為他自己再浪高下價 那如果其他出版社知道 原來我這間出版社 那些分成高到這樣 就針對我 嗯 是真的針對我 就是覺得我做壞了一些規矩 是不應該這樣 另外就是 就是有作者會是這樣 然後覺得其實 你可不可以有些道義 就是這些很簡單 你請人那個內容 你其實是不會公開告訴別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拿我的東西 去告訴別人 就是這個已經搞到我被人針對了 嗯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有些作者 他知道可能 我這邊的分成高 他走來接觸 然後呢 他已經知道高了 但是他還是要跟我講價 就是想說要再高一點 我覺得其實不要這樣 就是你明知道 你出去比較 你有談其他出版社 你知道那個做法是怎樣 還有我簡直是 那個做法就是 我師匡正出過書 你有沒有試過一些出版社會章呢 譬如發行商的報告直接給你看 沒有啊 我是會這樣的 是 就是很公道 是 我覺得為什麼我這樣做 反而你就是因為 斥著我 我會這樣做 你還更加要欺負我 我很生氣啊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知道沒有人是會這樣做 我是真的整個報告給你看 但是你反而還要求我的東西 是比別人更加多 就是就算我網購 我現在是 譬如這條link 是online shop來的 嗯 我簡直完成了預售之後 我是整個後台的report 發給作者 即興過都會收到 那你會看到些什麼呢 就是 性慎名垂 什麼地址 電話號碼 電郵 誰買過這本書 我就是想盡量做到 是公開透明 我不想像是自己黑相作業 因為平時香港的出版界 就是這麼黑暗的了 就是你是不會知道 真的exactly賣多少本的 賣多少本呢 他自己口講口賠的 我今天心情好理 原來你今天買了六本 明天啊 沒有人買 後天都沒有人買 但後天都沒有人買 那你從來不知道的 即他們分成 即是黑成文的規矩 是 全香港都有 嗯 所以我是被出版社 有些人針對我 就是因為覺得我作為規矩 那他們怎樣針對你呢 譬如在背後唱 就是背後狂唱 就是這樣 對 被我擴張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 是別人會 其他人會說 聽完之後會告訴我 甚至有沒有一些 例子大一點的出版社 當然有啊 我以前舊的出版社 已經有說我 是的 舊的那間已經有了 即是我就會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創作者是很辛苦的 阿康正都試過寫書 講講寫一本書 你是要花很多時間 我就覺得 為什麼香港 每逢是寫作的 好像是黑衣 那樣的 即是分得一千幾百 你知道吧 還要不追版社 不會給你的 即是慢慢耐了之後 那我合作的出版社 好一點 好一點 所以就是有這些情況 我就覺得其實你知道 如果我是會這樣做 是這麼公開 為什麼反而是反過來 你對我的要求是更加高的呢 就是我講那些作者 最後我當然也不開心 我覺得是不要合作了 這樣 所以都很慘的 我知道就是 如果大家不看書 我不會強勁 大家說 你要看書 看書好的 沒興趣就沒興趣的了 但如果只看書的朋友 我會覺得 是的 如果可以支持到你想支持的作者 都希望盡量可以賣書 就是這樣 你知道香港出實題書都很難 現在是 互聯網的年代 大家看東西 他看資訊 其實網上發很多 書可能有時候 就是用來有些收藏價值 如果你隨便印度 不是很美 那些人又未必買 又不知要送些什麼 我試過 香港的書展 有人 即是潘麗琪 買書 送豉油 真有心 我怕我為了一支豉油 去買你的書 那些是什麼客人 有時候會看到很慘 一條小小準備的人 一百溫 淫欖 淫欖 是的 所以 要堅持其實不容易 再加上 你遇到這麼多 現在的內憂外患 是的 那你還會不會出版 會的 會的 還會的 都會的 因為我自己都真的喜歡 台書 我自己都喜歡文字 我經常覺得 即是之後 有時候自己 自開什麼都好 安慰自己 其實不是 全部人都是這樣的 即是 因為我都有 作者都很好 他那次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 很窩心 因為我那時候 早前 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我 Facebook的朋友 我其實就和一位作者有些糾紛 然後 之後 就搞到很大件事 因為那個作者 不停公開Facebook 不停唱 唱 而我們其實是沒有做錯的 然後 那次的糾紛 有其他作者見到 有一位合作開的作者 他就說 其實 你是我見過全香港 最有良心的出版社 所以 有時候都覺得 就是 你加油 即是這樣 即是一句說話 其實已經覺得很sweet 還要那位是 真的 跟我有合作過的朋友 即是 阿玲子維 以前港台DJ 是的 即是 Winsome 先生 那 所以我會覺得 即是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衰 唯有這樣安慰自己 即是 有些不好的 那些很頂心頂肺 現在都還發生著 有些事 頂心頂肺 就是自己 用一些方式去排解 要不然我真的會 捕爆自己 會很辛苦 我覺得 希望你今天趕了出來之後 多謝你 會舒服一點 多謝你 還有沒有一些事情要 大致上是這樣 剩下時間 我也想多些時間 給Ken哥說 因為這麼難得請Ken哥來 我們下一節 首先會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找Ken哥出書 大家都 其實無手 大家都一定會認識 究竟無手 這個組織 可能本身 剛才出版也會看到很多問題 其實 對於舊貓 舊狗 一樣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 下一節 我們就會問一下Ken哥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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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